大家好,我是老圣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自己的YouTube频道 怎么能和朋友的YouTube频道 联合起来一起做推广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直接进入石涛 第一步,先打开自己的YouTube频道 再打开YouTube Studio 打开YouTube Studio以后呢 在页面最左边 打开我们的Content 也就是我们已经上传的视频内容 找一个我们想和朋友的视频 或频道链接的一个影片 打开铅笔的标识Details 在这个Detail页面最右下角 有一个Cards 点开Cards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弹出的新Cards窗口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 需要链接在这个视频上的Card的类型 比方说我们可以链接一个视频当作Card 也可以链接一个Playlist当作Card 也可以链接一个Channel 也就是说可以链接自己或朋友的别的视频频道当作Card 也可以增加网站等其他的链接作为Card 今天我们以选择朋友的视频频道当作Card来进行演示 点开新增Channel以后 新窗口里面会让我们输入一个YouTube Channel的名字 输入后会在下方显示 点选你想要的Channel 之后会出现四个可修改项目 第一个可修改项目是Channel Card的起始时间 我们可以设定印译影片的时间位置 我们在这里不做修改 默认是零时零分零秒 也就是说视频的开头 就会出现这个只显示两秒钟的Channel Card 第二个可修改的项目就是刚刚我们选择的链接 你可以在这里重新修改链接的内容 第三个红方块里面是Custom Message 这一个我们先往后放一下 讲完第四个再回来讲第三个更容易理解 第四个红方块里面是Teaser Text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了 它指的就是右上角那个小I的文字的描述 这个小I就是我们要链接的内容 我们在里面输入我们小链接的频道的简单描述 比方说房产经济Dontown的频道 这个时候在右边小I前面就增加了这个输入的文本 当我们点开这个小I的时候 就会显示这个频道的信息 那我们所说的第三个红方块里面 我们这时候输入房屋维护指南 之后呢你就可以实时看到 它显示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这个Custom Message 就是给我们链接这个频道的主题 做一下总结性的概述 让别的观看者 能一眼看出这个频道的主要内容 以上内容搞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YouTube视频的链接 拷贝一下 发给朋友或者转发到朋友圈里做宣传 当别人在手机上点开这个链接的时候 在手机视频的上方有个Open App 只有进于手机YouTubeAPP 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这个链接的存在 并且可以点开它 但是这个Card它只显示两秒 如果大家知道 怎样延长Card的显示时间 麻烦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一下 美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请不吝点赞评论